美式中和這間通訊行門口拉起封鎖線 好幾名見識人員在裡頭來來回回 仔細搜證 因為十一號上古 這裡發生命案 通訊行現任老闆中姓男子疑似 和前任老闆有財務糾紛 雙方爆發口角 沒想到前老闆就找來同伙 把中姓男子毆打致死 當地里長說在過年前就曾經看過 中姓男子手部頭部受傷 沒想到現在發生意外 鬧出人命 而警方調閱監視器 已經帶回一名陳姓員工 他向警方公稱 看見老闆受重傷 就將他送醫治療 但後來被警方發現 這名員工設有重嫌 剛開始這個發現人 他堅稱對於這個死者的狀態 並不清楚 但是經過我們警方提供相關的證據 戳破他的謊言 突破新防 這個發現人他就公稱 他有毆打犯嫌 但是沒有預料到 這個後果如此嚴重 十一號晚間警方 在將主嫌 詹姓前老闆和其他涉案的 兩男一女逮捕歸案 也找到一支囚棒 至於犯案的詳細動機 還要再進一步理清 華視新聞 我們是張俊慧 新聞報導 我是陳雅玲 想要跟我一起 從林掌握天下事嗎 趕緊按下華視新聞 YouTube頻道的訂閱按鈕 開啟小鈴鐺 跟我一起探討公共議題 給您最專業的華視新聞